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3月22日星期一 早上的第一節 我們先去跟進兩宗國際消息 第一宗消息 法國參議員打算在這個夏天 早團訪問台灣 這件事當然會惹來大陸方面的強烈反對 大陸外交官一反對起來 上來的時候 當然是戰狼上身 駐法使館竟然間 批評其中一名法國學者 說他是小流氓 最後引爆中法之間的大麻戰 第二宗消息 瑞士在日前罕有批評中國人權狀況 當然也惹來了 中國駐瑞士使館的機械式反對 說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又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 到底中法麻戰是爆發成怎樣的 其實整件事的起因 就是法國參議院的台灣交流和研究小組 在早前召開了會議 拍板就決定了 如果疫情是得到緩和的話 在今年夏天就會一起組團訪問台灣 有多家法國媒體 在上星期就爆料 原來早在2月18日 中國駐法國大使盧沙爺 曾經致涵 台灣交流和研究小組主席 李察要求他避免以任何官方形式和台灣當局接觸 有些媒體還報導 說信涵當中是用上了譴責的字眼 當然 你用到這些強硬的字眼 去指令一些民選的議員 去聽你怎樣 當然會引起法國政界和民間的相當不滿 這件事 使得有不少法國學者都走出來 挺李察參議員 比如說 法國策略研究基金會的研究員波恩克之 就在Twitter上 嘲諷中國駐法國大使館 今天竟然間引來 駐法使館在Twitter上反唇相機 大罵波恩達之是小流氓 終於拉罵了法國學界和大量的法國網民 整旁人群情洶湧地 走到Twitter上有樣學樣 去冷嘲熱奉中國駐法國使館 好了 終於一發不可收拾 連法國政界都開始就這件事出聲 甚至乎要對馬克龍政府施壓 叫他做些事 比如說 歐洲議會議員格魯克斯曼 對事件作出了譴責 他還強調 如果法國政府 還有些尊嚴和國家意識 就應該要立即傳召 中國駐法國大使盧沙野 並且要向他嚴正解釋 如果他繼續在法國撒賴 就叫他馬上回到中國 另一位歐洲議會議員貝拉米 就在Twitter上 主動向法國外交部長李昂喊 他就說 中國駐法國大使館 侮辱了一位知名學者 警告法國人 要聽了北京之笛 親愛的李昂部長 你是不能夠就給這件事不了了之 這樣將會顯得你是相當懦弱 而且危險 再有一位歐洲議員 盧亞索 他就說 很少看到有外交官 會對於自己國家的形象造成那麼大的傷害 因為 盧沙野粗暴 粗魯 他所展示的 正正就是中國的形象 另外有很多的法國參議員 都群起支持 這位被人罵做小流民的波恩達之 還有的就是 大量的網民 在Twitter上 發表貼文 加上了一個hashtag 就叫做 我們都是小流民 其實是要來諷刺 中國駐法國使館 因為你罵別人的學者是小流民 別人的網民正正就是 想表達一種集體意識 反過來告訴你 他舉國也是小流民 看你怎麼辦 其實往往 中國的外交官 一戰狼上身的時候 只會產生反效果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在去年 捷克參議院議長維特齊 率領一眾捷克政界和商界的人士訪問台灣 整團人有百多人 最後別人是成功去得到 在之前 大陸一樣 發表了很多反對的意見 甚至乎 又說到 這樣做的時候 就會威脅到 中節關係 諸如此類 什麼都說了 出盡法寶 但是到了最後 都是 阻擋不了別人 為什麼 因為別人是民選 議員 民選議員 他只是要向他的 選民負責 他是民意代表 他不是北京的代表 他沒有可能 你叫他做什麼 他就做什麼 你叫他不要做什麼 就不要做什麼 變成是向北京問責 不是向選民問責 換轉現在這個情境 人家法國參議院有一個小組 他們說想率團訪問台灣 你叫他不要去 其實你公開這樣說 老實說人家一定不會理你 如果你叫他不去 他就不去的時候 他怎樣向選民交代呢 那些選民一樣都會質疑他 究竟選你出來 你是為法國人服務 還是為北京政府服務 別人一定會這樣想 現在你公開叫他不要去的時候 就算他想退退 其實也不能下台 所以 現在這樣搞到鬧月僵的時候 無論他本身的意願是怎樣 這一趟的行程 如果疫情真的緩和得到 幾乎都是肯定成行的 因為罵得太僵 他根本上就沒有一個下台街的 如果你暗中叫他不去 他也可能還有一個走盞的位置 你公開叫他不要去 又罵別人的學者是小流民 變了別人 想退退也沒得退 其實捷克的經驗也是這樣 現在換轉來說法國的經驗也是這樣 當然 大家又可以做一個換位思考 到底這個盧沙野 他是真的不想這班法國參議員去台灣 還是 純粹是想做一個很強烈的表態 而這個表態或者表演 其實是做給大陸的 網民 或者大陸的民眾看 這些就是所謂的大內宣 所以可能在這件事上 都是各取所需都不定 但是 往往來講 大家就會看到 其實大陸的外交官一戰狼上身 就是會有反效果 起碼來講 他達不到他名義上想要的東西 因為他就是想阻止別人訪問台灣 現在看的情況 這班人多數都是要去的 因為他不去的時候 人家反而會質疑他軟弱 因為現在很多法國政界人士 就走出來 質疑這個馬克龍軟弱 事實上來講 馬克龍對於這件事 就是變成了沉默之聲上身 他都不出聲 好像看不到 聽不到 那無他的 因為他本身對華的態度 就不是那麼強硬 而且在三個禮拜之前 馬克龍曾經跟總書記習近平通過電話 通電話的時候 當然 你說什麼呢 原來就被人發現到 他沒有提及到新疆議題 那你一不提這些東西 那法國政界當然有聲 就質疑你 為什麼你通電話的時候 都不說 按照他這個往跡 看怕他這次 都不會出聲 居多 至於 中國駐法國大使館 吵一吵 當然又激起了 當地民眾那種 情緒 所以 為什麼 在過往的民意調查當中 那些西方文明國家的民眾對於中國的好感 的程度 逐年會下降呢 這個其實不是沒得解釋的 因為中國駐外的使館 那些人員 經常都是獻身油的 你很難令到別人去信服的 還有一件事就是 搞搞一下到底會不會是演變出一些民間挺台的行為呢 比如說現在的鳳梨大戰 這樣才算 現在有很多西方國家都去搶購 這些其實就是另一種的表態 難道你又反對別人去買鳳梨 那就說不通 好了 接下來我們又再看看 瑞士 加入了批評中國人權狀況的戰團 瑞士在星期五的時候 指責中國 說他們有越來越專制的傾向 打壓意見和少數民族 但是他們就並沒有宣佈要限制 中國在瑞士的投資 但是中國方面就已經作出了回應了 中國駐瑞士使館 在昨天就說到 希望瑞士是要 平氣 意識形態的偏見 中國駐瑞士使館的發言人就說 對於瑞士近日發佈的中國戰略文件 對中國的政治制度 少數民族政策 和人權發展狀況等 進行無端指責和攻擊 對中國貼上一些惡意的標籤 向外界釋放錯誤信號 這些說法是背離基本事實 不利兩國關係健康發展 中方對此表示堅決反對 其實這些反應 真的好像條件反射式的反應 根本上就是機械式 人肉錄音機沒有分別 都是說那些東西 問題就是到底 瑞士會不會真的做出一些 具體措施 來針對中國 相信就不會了 因為之前都傳出過很多消息 說瑞士政府打算是做些什麼措施 來去規限 中國在瑞士的投資 諸如此類 到最後都是指紋樓梯響 一個措施都是沒有實行 沒有他的 因為瑞士本身 標榜自己是永久中立國 他就是做生意 基本上他批評中國的人權狀況 都是相當罕見 不過都是僅限於出聲 大家也不會期望 瑞士會採取什麼措施 因為他真的不會這樣做 因為他這樣做的時候 會損害了他本身的經濟利益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